以异空间主题设计 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按快捷键Shift加Ctrl加U 为图像去色 再按快捷键Ctrl加L 调出色接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单击确定按钮 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选择工具相用的移动工具 将其托移至主文档中 生成图层1 调整图层1的位置 为图层1创建图层蒙版 将前景色设置为黑色 选择工具相用的画笔工具 设置合适的不透明度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绘制完毕后得到的图像效果 如图所示 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选择工具相中的移动工具 将其托移至主文档中 调整其位置 并将图层2的图层混合模式 设置为叠加 再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将其托移至主文档中 调整其位置 为图层3创建图层蒙版 选择工具相中的画笔工具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涂抹完毕后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为图像添加纯色调整图层 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 单击确定按钮 将颜色填充1调整图层的图层混合模式 设置为颜色 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并将其托移至主文档中 将图层4置于图层3的下方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选择图层4 为其添加外发光图层样式 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 单击确定按钮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将其托移至主文档中 并将其置于颜色填充 调整1图层的下方 对图像进行调整 调整完毕后 单击英特尔键 确认调整 对另外一只蝴蝶 进行调整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将图层6复制一层 并对其进行调整 单击英特尔键 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将其托移至主文档中 对其进行调整 调整完毕后 单击英特尔键 确认调整 为图层7添加图层蒙版 将前景色设置为黑色 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 设置合适的不透明度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涂抹完毕后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选择工具箱中的磨棒工具 在背景处进行单击 将背景选取 选取反选选区 并将其托移到主文档中 对图像进行调整 调整完毕后 单击英特尔键确认调整 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将其托移至主文档中 调整其位置 为图层9添加图层蒙版 选择画笔工具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将其托移至主文档中 调整其位置 调整其位置 为图层10创建图层蒙版 选择画笔工具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涂抹 涂抹完毕后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打开素材图像 将其托移至主文档中 调整其位置 并将其置于颜色填充 调整图层的下方 为图层11添加图层蒙版 使用画笔工具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涂抹完毕后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打开如图所示素材图像 将其托移至主文档中 调整其位置 为图层12添加内发光图层样式 设置摊数 设置完毕后 单击确定按钮 为图层12添加图层蒙版 选择工具像中的画笔工具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 颜色填充1调整图层的图层蒙版 选择工具像中的画笔工具 设置合选择工具 设置合适的不透明度 在图像中进行涂抹 涂抹 涂抹完毕后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为图像添加色相饱和度 调整图层 设置参数 再为图像添加色彩平衡 调整图层 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新建一个新的图层 为图像添加星光装饰 得到的图像效果如图所示 再为图像添加色阶调整图层 设置参数 最后为图像添加文字装饰 诡异空间主题设计操作完毕